南投县政府在南投县中列池举行南投县110年春季抗战阵亡将士 迅难冠名即公祭本县在营英功训职战事典礼 由县府秘书长洪瑞志主持仪式简单隆重 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也到场致意 110年春季抗战阵亡将士 还有迅难的官兵 以及公祭我们南投县在营英功训职的官兵 我们除了感恩感谢我们这些先贤先烈 也希望抚慰我们的遗嘱 县议员则正言张辽者表示 相当感谢抗战阵亡的将士 秉持着爱国爱家的精神 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家卫国 所有的战事表示最佳的敬意 我们的年轻朋友一定要从小就要培育 有一个爱国爱家的这种热情 除了纪念这些将士 过去为我们台湾做出的贡献之外 也来纪念我们329的青年节 所以也在这一天里面 大家一起缅怀这些过去为台湾社会 为国家付出生命的这些将士们 感谢他们的付出 先扶密处长及先议员正正言张家哲也希望 借由这样的记忆典礼 能够感谢阵亡将士为了国家每日金钱的训练 牺牲性命来保卫家园 记者从军南投采访报导